1977年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提出了一个概念 宇宙年历 如果以大爆炸而作为1月1号 将138亿年的宇宙历史压缩到一年 地球在9月14号诞生 12月24号恐龙出现 而人类直到12月31号晚上 10点30分才姗姗来时 此后文明开始加速更迭 20 30 59 分 20 秒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 20 30 59 分 35 秒 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第一座城市拔地而起 20 30 59 分 53 秒 东方大地上指南真问世 20 30 59 分 59 秒 正和下夕阳 哥伦布航海 人类探索的足迹 踏遍千山万水 最终在午夜到来前 进入了太空 在无音的宇宙面前 人类从未形得如此渺小 也如此伟大 人类征服太空 是一曲雄魂壮丽的史诗 这其中亦有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的深意 上一期我们讲到 我国两弹的发展 以及探空火箭陆续事业成功 今天的中国航天史第二期 我们将沿着这个轨迹继续向前 正式走向航天工程的主干道 这一期我们将从 中国第一代运载火箭 长征一号 讲到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宏一号 第一颗通信卫星 东方宏二号 天气预报的工程 七项摇杆卫星 风云系列 导航卫星 北斗系列 以及我国火箭发射的商业化之路 这一路浪漫又艰辛 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上一期 我国探空火箭试验和两大事业都取得了成功 在此基础上 中国的人造卫星研制 没提上日程 代号651工程 人造地球卫星 顾名思义 就是环绕地球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 无人航天器 卫星需要火箭送上一程 因此651任务也分为 运载火箭和卫星两个系统工程 运载火箭包含舰体 动力装置系统和控制系统三大系统 席推进眼里与导弹相似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 载荷不同 导弹头部中有弹头 而火箭头部则是航天器 发射人造卫星 需要达到7.9千米每秒的第一宇宙速度 科研人员在中远程导弹 东风四号的基础上 加上第三级固体火箭增加推力 顶部增加一个整流罩 用来保护卫星 这变成了运载火箭 点火命令下达后 一二级火箭先后脱离 三级火箭则负责做卫星最后一程 等到预定高度 新建分离 卫星入轨 第三级火箭会落入茫茫太空 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代 第一型运载火箭 长征一号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长征的精神 可我们可能碰到的艰难险阻 长征一号 我们就不是一个 光一个一号的问题了 一步一步地要走下去 所以它是一个长远的 中国标志着中国人 要在空间世界上面 不断地前进 一直要攀到顶峰的这一个地城 点了火箭 还要解决人造卫星的研制 中国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 有一个饱含深一的名字 东方宏一号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东方宏一号 除了航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也承载着一定的政治意义 因此卫星工程有四个要求 上得去 抓得住 看得见 听得到 上得去就是通过长征一号 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抓得住 则是通过地面监控站 确定卫星的实时位置 这两点都相对容易实现 但看得见和听得到 却难住了众人 人眼能看到最暗的星星 为六等星 为了看得见 东方宏一号采用72面体设计 在过运行时 72个面可以全部反射太阳光 从而达到六等星的亮度 但卫星直径只有一米 天气不好时 依然可能看不清 科研人员集资广益 最后受折叠伞的启发 给墨基火箭穿上一条 铝制观测裙 在火箭发射前 观测裙像伞一样收起来 等进入太空再撑开 变成一个直径三米的大面板 面板反射太阳光 从而被肉眼看到 四点钟 听得到是最难的 指的是要让地面上的人 通过收音机 听到卫星在太空发送的 东方宏乐曲 卫星搭载了播放乐音的器件 但是太空环境无法预知 万一卫星进入太空失声了 万一东方宏变调了 谁来负责 事实上 就在东方宏一号研制的同时 法国和日本相继发射了人造卫星 法国的卫星因为太空低温 预行两天之后终止的工作 而日本的卫星则因为高温 仅预行15个小时 便宣告失效 中国人穷尽一切办法 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能经受住太空的严苛考验 并畅想东方宏吗 1970年3月21号 两颗东方宏卫星 已于北京完成总装 4月1号 长征1号和东方宏1号 运滴九旋发射场 接受检验的时刻 终于到来 4月24号21点35分 点火口令下达 耀眼的火光伴着一声巨响 长征1号 偷取东方宏1号 呼吓声口 众人凝视着 拔地而起的火箭与卫星 21时48分 新建分离 卫星上去了 21时50分 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 有东方宏卫星播送的 东方宏乐曲已经收到 声音哄亮 卫星听到了 东方宏1号开始围绕地球轨道运行 地面监测也抓住了 到第二天晚上8点29分 东方宏1号飞进北京上空 人们激动地抬头仰望 青海太空中 一颗移动的光点 那是属于自己的中国星 人们走上大街 握手拥抱 广欢庆祝 边炮点亮星空 楼鼓声响彻镜头向尾 历史上永远遇及这一天 1970年4月24号 中国人开启 进入太空的第一次远征 4月24号 后来也成了 中国航天日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 把卫星打到天上去 当然不是为了盲目攀比 人造卫星在科学探测与研究 天气预报 土地资源调查 区域规划 通信 跟踪 导航等各个领域 都具有广泛用途 所以卫星上天更长远的意义 在于实践应用 否则就是太空中的一块废铁 而且太空引不去 别人会去 你去不了就受制于人 国际社会上美国和苏联先后发射了通信卫星 返回式卫星 并将其应用于军事 民生 科学实验等诸多领域 中国也正在这条路上 加速追赶中 1975年 文革进入尾声 客县科技工作也慢慢步入正轨 这一年 通信卫星工程 正式列入国家计划 通信卫星是应用最广泛的卫星之一 广播电视 卫星通话都离不开它 在没有自已的通信卫星之前 昆明 乌鲁木齐等偏远地区 收看新闻联播 要晚整整七天 我们看电视要租用国际卫星 有时看到一半还会突然信号中断 提醒你该训费了 但东方红一号属于试验卫星 其运行轨道为近地点430公里 远地点2000离75公里 而真正的通信卫星 要在世道上空 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 对运载火箭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为了增加推力 长征三号在常温推进机的基础上 第一次使用 液氢和液氧 作为第三级火箭的推进机 使火箭具有更大的运载能力 从而将卫星送往更远的轨道 但是气要燃料 属性不稳定 急易发生爆炸 一个火箭型号往往需要数年研究 但爆炸通常只在一瞬间 出于对航天事业紧迫性的考虑 周总理提出了两条腿走路 吉北京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继续成争之路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攻坚风暴火箭的研制 风暴一号曾抽下了 我国卫星发射一线三星的记录 但由于多次爆炸导致发射失败 风暴最终夭折 不过长征三号历经九年公关 终于顺利下线 1984年4月8号 长征三号搭载的东方红二号卫星 腾空而起 16号 东方红二号成功定点 在东方红一号 孤独地在太空漫游了14年之后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 第一颗通信卫星 卫星应用不止于通信 和大众生活信息相关的 还有细项卫星 80年代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 中央气象局开始尝试 将天气信息 通过电视台向公众发布 由此 带上了一档延续至今的节目 天气预报 不过那个时候 中国也没有自己的细项卫星 天气预报用的是 国外的卫星云图 从封锁中走出来的航天人 希望能发射 中国自己的细项卫星 但民间却有不同声音 认为卫星看不见摸不长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 在这样的分歧中 一场轰动全国的灾难 发生了 1987年5月6号 黑龙将大型安岭发生火灾 第二天 在八级大风的裹挟下 刚被控制的火势 再度爆发并迅速蔓延 据现场的工作人员回应 大火形成了20公里宽的火线 火焰高达30米 几乎染红了整片天空 数块小镇在寝刻间 变化为火害 如果判断火势走向 总要进行预线阻隔 疏散 只为灭火的关键所在 5月8号 黑龙将森林防火指挥部 向国家气象局求助 卫星云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大型安岭地区 火势猛烈 跑得比汽车还快 当天晚上 新闻联播播出了 气象卫星 接受到的大火情况 全国人民第一次直观地看到 大型安岭火灾的范围 程度 各级指挥部也居此展开 相应的俯火行动 6月2号 在各级单位 5.8万名居民的协作下 整整燃烧了 28个昼夜的大火 才被全部熄灭 气象卫星 实在太有用了 但要注意 当时我们其实是通过 美国的卫星来观测的 我们自己还没有 气象卫星的必要性 开始被广泛认同 气象卫星分为两种 一种是 极轨气象卫星 也称太阳同步轨道 气象卫星 每天两次 经过统一地区的上空 并通过地球的南北极 极轨道高度为 800至1000公里 分辨率高 主要用于 全球气候观测 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检测 以及全球生态 与环境变化的研究 比如 前面观测大西亚里 用到的 就是美国的 极轨气象卫星 另一种为 禁止轨道气象卫星 极地球同步 轨道气象卫星 极轨道高度 约35800公里 一级周期 与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 几乎相等 因此可以对覆盖区域 进行高频次的观测 主要用于 分钟级的天气预报和分析 特别是 中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的预警 中国的气象卫星系列 叫风云 风云的发展 可谓一路坎坷 1988年9月7号 中国第一颗气象卫星 风云一号A星升空 运行39天后 偏离轨道 消失于太空 两年后的1990年9月3号 风云一号B星升空 载轨引起165天后 因高能粒子轰击 引发系统故障 虽然经过调试 排除了故障 但也只是 端端续续工作到 1992年11月 就宣告作废 再到1994年4月2号 风云二号 零一星 抵达西厂卫星发射中心 准备进行最后测试 由于忽视了 静电和环境温湿度要求 固体燃料 远地点发动机 发生爆炸 夺走了一名 总装供人的生命 30多位试验人员 也因此受伤住院 虽然一路 麻烦不断 但是屡造挫折的 恒天人们 并没有果足不浅 他们将遇到的问题 故障 以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汇编成厚厚的操作手册 为后续的研发提供经验 经过五年 一遍又一遍的公关 围绕在西象卫星周围的阴霾 终于被吹散 1999年5月10号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急轨西象卫星 凤云一号C星成功发射 2002年 凤云一号D星也发射升空 在两次短命的卫星之后 后来的这两个卫星 在鬼服役 均远超设计年限 凤云一号D星 更是国内寿命 最长的摇杆卫星之一 此后 静止轨道的凤云二号 四号系列 骑轨的凤云三号 还有此线的凤云一号系列 全部升空 2017年9月25号至28号 卫星启动页 现实出现的地球证件照 就出自凤云四号A星之手 其实目前 我国已陆续发射 两代四型 共19颗凤云七小卫星 可以为全球 121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数据服务 未来 还将有更多的凤云卫视 奔赴天际 记录下地球的凤云变换 通信 气象 接下来出赏的 就是我国卫星家族的 另一个重器 北斗短航卫星 东方红和凤云卫星 均在70年代离象 到90年代 技术区域成熟 而北斗一号的系统工程 直到1994年才开始起步 这一线 源于一场战争 和一次 去入的海舍航行 1991年1月17号 以美国为首的 多国部队 轰炸巴格达 海外战争爆发 这是一场 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战争 美国战斗机 携带着精确制导武器 对选定目标 实施了多方向 高强度的持续空袭 撕裂了异军的防空 和地面系统 最终仅用42天的时间 就摧毁了伊拉克 对这场战争的胜利 使用美国国防部长 理查德·切林曾表示 伊拉克绝对不会想到 在没有任何 地形特征的情况下 我却能够胜利地 横穿西部沙漠 这是GPS的胜利 海湾战争 颠覆了世界 对现代战争的认识 也给中国提了个醒 没有自己的导航卫星 迟早受制于人 而加快 我国北斗立项决心的 则来自一个耻辱 1993年7月7号 中国的原涯货轮 银河号 照例从天津港起航 石江中洞 7月23号 正在印度洋航行的货轮 却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 美国接到情报 认为船上 装用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 为了控制货轮 美国关闭了银河号所在海区的GPS服务 裤下了波斯湾 船舱里热得像蒸笼 银河号如一只乌头苍蝇般 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天 按照市场行刺 携带的淡水和食物 开始短缺 在中国政府的多方销售下 银河号才在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停住 而最终 我们迫于无奈 还是咬着牙同意了 美国人上船检查 尽管最后被证实 美国情报有误 但这次驱逐 也让国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 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导航 1994年2月 北斗卫星工程正式上马 确定了先区域后全球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 北斗1号服务于中国 实现区域性地位0的突破 第二步 北斗2号覆盖亚太地区 实现定位 导航 售食 通信的综合功能 第三步 北斗3号实现全球组网 为全世界提供定位导航服务 90年代后期 中国的卫星与火箭技术已相对成熟 北斗的进展很快 2000年 北斗1号的两颗卫星 先后进入太空预定轨道 2003年 一颗试验卫星再次一飞冲天 宣告着北斗1号工程顺利完购 我国从此摆脱了对GPS的完全依赖 在北斗工程建设的同时 欧盟的卫星导航系统 伽利略也进入轨轨验证阶段 然而 卫星的频段和轨道资源都是有限的 起步较早的美国GPS和俄罗斯的 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 以及占据了80%的黄金导航频段 2001年 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开放了 最后一小段频率和轨道 供世界各国频道申请 而这段开放的频率资源 启用史线为7年 余息作废 即要在2007年4月18号零点之前 发射全球组网的第一颗卫星 并成功传输信号才能保住频段 否则一切都白折腾 一开始 中国本来和欧盟的加利略合作 并投入了超过两亿欧元的投资 但在关键技术领域 西方根本没准备真的带你玩 再加上美国要从中作梗 许多关键技术 中国始终被排挤在外 尤其是卫星核心部件原子中 连花钱都买不到 这种场面我们见多了 别人不帮 那就自己上 2004年 北斗2号正式立项 此时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期限 仅设三年 时间紧任务重 整个团队分工协作 以三班岛的方式 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原子中的共管 又通过了各种测试改进 到2007年 四个国产原子中正式装备 北斗2号卫星 时间一点点流逝 之前说好的频段 七年起用实现 已经进入到即时 2007年4月14号 4时11分 北斗2号第一个卫星 终于顺利升空 按照国际电联的规则 我们已经胜利了一半 但要想保住频段 还需要成功接受到 卫星传输的信号 通常的规范操作下 卫星需要在真控环境下 暴露5天 才能开启设备 提前开启 可能会导致设备故障 而此时 距离最后的实现 仅剩80多个小时了 时间不够 以时事实 只能赌一把 赌一把卫星的质量 赌一把北斗的技术 也赌一把 中国卫星大号事业的运气 卫星开始载轨调试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地面接收机 一直没有收到信号 指挥中心里 所有人都比心明神 4月17号晚上8点14分 距离空间评断的有效期 仅剩不到4个小时 北斗卫星总师 孙家栋突然站起来 现沉思的片刻 又低头和现场 相关技术专家 商量了一下 随后果断命令 家电开机 在北斗主控站的大操场上 十几家中断设备吵架 将接收机排成一排 所有人表情速度 仿佛等待命运的悬盘 春天的夜晚 凉风吹过 人们抬头仰望夜空 黑神尘 惊悄悄 突然间有人大喊一声 有了 21时46分 成功接收卫星播发的 B1导航信号 21时54分 接收到B2导航信号 22时03分 B3导航信号也收到了 北斗二号卫星 工作正常 评断保住了 中国拿到了 全球卫星导航俱乐部的名票 在推动 北斗国产化的 艰难攻关中 工程副总师 李祖宏 曾说过一句话 后来又被宋家栋 反复强调 我们希望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但巨人并不这么想 靠别人靠不住 只有靠自己 让自己也成为巨人 让自己成为巨人 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北斗二号卫星 成功组网 中国走完了 卫星导航事业的第二步 从正式立项到最终完成 北斗一号用了13年 北斗二号12年 而北斗三号仅用了4年 2020年6月23号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 组网卫星成功发射 至此 北斗实现全球组网 中国拥有了完全 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 从前 人类遥望天际北斗星 想象着天上的生活 而今 北斗卫星天际组网 正在将人类的想象力 一一变成现实 从此 我们的家装出行 救灾 减灾 农林沐渔 港口集装箱的自动化装线 无人驾驶的自动化实现 各行各业 各个领域 都有了自己的眼睛 通信 气象 导航 除了这三大卫星系列 在中国航天 倒计回常的发展征程中 火箭也一直是 隐身的幕后英雄 一声声点火口力 一次次一飞冲天 他们总是从 各种各样的航天系上天 然后爆炸分解 或留在太空 成为太空垃圾 某种程度上 火箭是航天的第一眼 是发射成败最重要的一环 同时 火箭还是 中国航天商业化探索的第一步 时间回到巴黎年代 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 一直靠国家专项款 养着的中国航天 在军转民的战略决策下 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 自力更胜 那是卫星技术 蓬勃发展的年代 国际社会 已经有了成熟的 商业卫星发射服务 每天都有不少卫星 排斥队等待上天 长州三号成功发射了 中国的通信卫星 是不是也可以走出国门 发射商业卫星 赚取外汇 打入国际市场 首先需要让世界 看到中国航天的成果 1985年4月 长城公司副总经理乌可利 带着中国代表团 奔赴巴黎参加航展 这是中国航天 在世界的第一次亮相 由于囊周羞涩 只能租下15平米的站位 贴几张照片 宣告长州三号 将投入国际市场 5月 由前期组 图首恶 陈寿春 黄素衣组成的中国代表团 飞服之内瓦 参加国际空间商业会议 会上 陈寿春做了题为 中国空间活动 及提供国际服务的 可能性的报告 指出 长州三号的价格 将比国际市场 同类服务价格 低50% 刚刚从保密状态 走出来的中国火箭 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然而1986年 事情却有了转机 这一年 全球航天发射 接要连三发射事故 1月 美国产生者号航天飞机实施 2月 欧洲阿里安火箭发射失利 4月 美国大力神火箭 升空后爆炸 5月 美国德尔塔火箭 升空后 失控 被窝自毁 一连刹的航天事故 让刚刚走到 全球商业发射门口的 中国航天 有所顾忌 但也因此 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机会 机会稍纵即逝 航天工业部 立刻投入到 紧张的准备工作中 组织了一个 十人小组 负责对外发射事务 火箭专家 黄作义 被任命 驻美首席代表 他和几个同事一起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进行了24场 关于中国火箭的宣讲 与17家国际空间公司 建立了业务联系 当时 长征3号的运载能力 只有1.45吨 很难满足国际市场 新一代通信卫星的 发射需求 但推力更大的火箭 还没有着落 黄作义 便大胆提出构想 将长征2号仪火箭 心急下场 再捆绑上 运载能力提高近三倍 这就是后来的 长征2号1火箭 它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 长二捆 黄作义就是用这个 还在图纸阶段的火箭 拿下了长二捆 上费的第一弹 长二捆被选中 很大的原因在于 实惠 美国大力神火箭 发射一次 1到1.2亿美元 宇宙神火箭 4000到9000万美元 德尔塔火箭 4500到5000万美元 法国阿利亚纳火箭 5000万美元 而长二捆发射一次的价格 仅为2500万美元 但对于急需打开市场的 中国航天来说 这仍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1988年6月 美国休斯公司 使用中国长二捆火箭 发射澳洲卫星的方案中标 11月1号 双方签递正式合作协议 12月14号 南志休斯公司的预付款 长二捆火箭工程 才正式立项 一个火箭 从研制到定型 一般需要4到5年的时间 但合同规定中方 要在1990年6月30号之前 发射第一颗卫星 否则美方有权终止合作 并索要赔偿 这次中国航天 走向世界的一场大考 时间紧 任务重 王永志被任命为总指挥 王德辰任总设计师 全国25个省 300多个配套场所 齐心协力 用18个月的时间 锻造出了长二捆火箭 时间是最公平的衡量标准 无论是一年半公关的原子钟 还是18个月下线的长二捆 亦或是第一个发射场的建设 第一个卫星的升空 其实都是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把一分一秒都投入到一项伪业中 才最终创造了坠感圆梦的奇迹 而这个奇迹的背后 也充满了悲壮的色彩 1990年6月29号 查尔滚笔合同规定的日期 提显一天 树立在了西厂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价钱 但因为天气原因 不具备发射条件 发射日期 第一次被合发税延到了7月8号 此后又因为各种问题 发射时间一再后退 7月13号 准备正式发射的日子终于到了 历经波折的航天人满怀期待 然而点火命令下达后 火箭却纹死不动 技术研究院的工人魏文菊 几次进入残存剧毒燃料的火箭助箱 排出故障 最终因吸入过量毒气 抢救无效身亡 最后发现 还是因为雨季潮湿 导致火箭控制点火的电子线路出现问题 三天后 在永别同事的悲痛中 7月16号 9时40分 长尔滚搭载着奥系模拟星和巴西斯坦卫星 扶药之上 进入太空 这一天 中国凭借定制化的火箭 终于艰难地扣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背心交加的人们可能没想到 在此之后 中国航天又迎来了一连串的失败 1992年3月22号 长尔滚搭载奥星B1进入发射场 央视专门进行了现场直播 然而坐在电视机前的人 只看到了这样一幕 电火命令下达后 火箭发动机喷出棕黄和银白色的烟雾 舰体却并未腾空而起 七秒钟之后 线上指挥员高喊着 紧急关机 随后画面却定格在了 农业滚滚的发射场 事后的故障分析显示 火箭发射失败 是因为在程序配电器的 第四第五导电出点之间 多了0.15毫克的绿线 失败不止这一次 1996年2月15号 中国首次使用新研制的 长征三号仪火箭 发射国际708通信卫星 结果 点火升空的第二秒 火箭舰体就发生了明显倾斜 随着高度的上升 清洁角度越来越大 最后几乎是横着撞散了 不远处的山头 山头被消去一半 强烈的气浪 也世界冲款了 火箭技术人员的宿舍楼 造成63米七处载在上网 与时空火箭一堆粉身碎骨的 还有价值连成的708微型 事故调查发现 一个只有头发 几十分之一细的汗点 出现问题 导致整个控制火箭的 惯系平台失效 最终导致坠毁 半年后的8月18号 长征三号商飞再次实力 火箭没有飞到预定轨道 商业卫星被扔在半岛 变成了一个新的太空垃圾 一个汗点 一模履线 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化作沉重的现实盈利 挡在中国航铁远征的路上 长征火箭 好不容易赢得的声誉 遗落前障 连国际保险公司 都不愿再为长征承保 由火箭专家凭证件和介绍信 够买软卧火车票 身份证被售票员扔出来 因为觉得他们不配 发射场的技术人员 去市场买机 小方拒绝出售 同样因为他们不配 所有人压力重重 那是中国航天的治安时刻 大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誓言 在世界航天史上 没有任何一次发射 敢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 失败并不可怕 将失败的经验总结成策 避免下一次再犯 就是成功的开始 几次严重的事故之后 中国航天诞生了 让所有航天人胆战心境的 质量问题规律五条 分别是定位准确 激励清楚 问题复现 措施有效 举一反三的技术规律 过程清楚 责任明确 措施落实 严肃处理 完善规章的管理规律 从前依靠主观能动性的软管理 变成了一颗螺丝钉 都要落实到人的硬标准 长征火箭在后续的研制中 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改进 航天五小时 一枚运载火箭有几十万个零件组成 有专家测算过 如果每一个零件的可靠性为99% 它们串联起来的火箭 整体可靠性只有37% 而在桂林五条之后 绝不但问题上天 成为中国航天的死命令 到场上2号F火箭的可靠性 已经达到了0.97% 而现在 X2F11-12运载火箭的可靠性评估为 0.9894 安全性 0.99996 由于可靠性指数指的是火箭整体 并非零件 所以小数点后面的四个9 意味着抽解110个零件 不可靠的零件 不得多于一个 1997年 改进后的长二饼 成功发射了摩托罗拉公司的 两颗一星 随后又用一件多星的方式 将六颗一星送入太空余顶轨道 从这一年起 中国航天工业慢慢走出了至暗时刻 长征火箭成为五国卫星 载人飞船 空间站等各种航天器的御用作家 也像很多外国卫星送入太空 历经风雨的长征 正以展新的姿态 百战归来再出发 长征系列火箭在1996年至2011年期间 曾连续成功发射了102次 创造了我国当时的发射记录 从2020年5月5号至今 长征系列火箭实现了连续103次发射成功 创造了我国连续发射成功的新记录 到这里 中国的长征火箭和三大卫星工程基本就讲完了 当然还有很多闪光的名字 很多动人的故事 无法在一个视频中细细到来 我们生活在地球 大多数时候为了生活贫于奔命 或许顾不上台头看一看 在那个遥远的世界 东方吼日出生 天气北斗璀璨 风雨卫星守望着人间冷暖 长征火箭 后明着奔赴下一场怨政 不过当我们拿起电话打开电视 当我们安心躺在沙发上 享受着航天科技带来的日系月异的生活时 请记得那是天上的星星 送给人类的礼物 下期我就介绍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历程 那些载入实测的清算瞬间 曾有怎样的前奏 那些航天英雄背后 也有多少无名英雄的默默托举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视频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下方一世 除了视频解说之外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整理一些图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拜拜